上集说到去岳父家助寿却被冷嘲热讽 结束后本想直接离开妻子却拦住了我 张晓菱神秘兮兮的跟我说 我弟弟公司有个项目可以自己偷偷拿出来做 做的好一单都可以赚几十万 现在就是缺点资金 你想办法弄点钱给他吧 刚还在饭桌上嘲讽我呢 这回又转过头来找我要钱了 真拿我当提款机了 开什么玩笑 这种事能做吗 被发现可是要坐牢的 再说了我身上哪还有钱 妻子一听这话就不乐意了 没钱你就想办法啊 我弟弟好不容易张口一回 你总不能让我打脸吧 别的事情不需要你操心 你就给我准备十万块钱就可以了 实在不行就把房子先抵押了 等到时候我弟弟的分红发下来了 再把房子赎回来 听到这话我都傻眼了 你是疯了吗 房子抵押出去我们住哪里 再说你弟弟的项目靠谱靠谱还是未知数 张晓菱斜眼看了我一眼 我弟弟比你靠谱多了 你既然不想抵押房子 那就找你爸妈拿钱吧 他们不是还有一些积蓄吗 那是我爸妈的养老钱 我们从结婚到买房 我爸妈都被你们掏空了 现在还找他们拿钱 你良心过得去吗 妻子满不在乎的说 你爸妈还年轻 借他们钱用一下能怎么了 再说了我就这么一个弟弟 我不帮他谁帮他 说到底还不是你不中用 不然会拿不出钱来帮我弟弟吗 不想再理会妻子 我没钱给你弟弟 你要想借钱就自己想办法 说完就转身走了 此后过了几天 张晓菱都没有再提这件事情 我以为他已经放弃了 直到我接到那通电话 那天我正在工作 老妈突然打了电话过来 喂儿子 晓菱打胎这么大的事情 你怎么不和我说呢 我一脸猛逼 晓菱没有怀孕啊 打什么胎 老妈接着说道 晓菱说他打胎出问题了 要动手术 从我这里拿了十万块钱 听到这我瞬间明白了 居然背着我骗我妈的血汗钱 于是我挂断电话 急匆匆地回到家里 质问妻子为什么这么做 妻子则是满脸不在乎 你不是不愿意想办法吗 现在我想办法弄到钱了 你吵吵什么 我忍不住的一股用火直上心头 张晓菱 你还是个人吗 这就是你想的办法 去骗我爸妈的血汗钱 就为了给你弟弟搞什么狗屁投资 妻子也被我喊出了火气 大声说道 你吼什么吼 我这不是暂时用一下吗 等我弟弟发财了 到时候连本带利 还给你爸妈不就行了 这时女儿 也被我们的声音惊了过来 爸爸妈妈别吵了 看着女儿 我还是心软了 于是我对着张晓菱说道 你自己说的 赚到钱 就给我爸妈还回去 听到这话 妻子不嫌不淡地点了点头 这件事虽然翻篇了 但是我根本信不过妻子的弟弟 也担心自己父母的血汗钱 会被他糟蹋了 于是第二天 我找到一家私人侦探 拜托他帮我查一下 小舅子项目的可靠性 别说私家侦探的 效率还挺高 第三天我就收到了 他们发来的消息 看到消息 我直接愣住了 然后就是无尽的怒火 直冲心头 开 rack 小舅q 好 日本ault 可 与 可 我